杜月生 杜月生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 上海皇帝之城 他从一个小别三混进老上海滩场 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大佬 他出身低微却又成为涉足娱乐 文化、教育、金融、新闻个艳的财富大亨 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有着传奇人生 而如今有关杜月生的一些名言 也成为很多人追捧的对象 他的名声至大 以至于被人们称为是中国的土皇帝 而有一个人 杜月生却是对其毕恭毕敬 这个人就是刘春林 刘春林、自准秦、浩吃云 中国晚清直立省和监府座宁县人 晚清德宗光绪三十年贾臣科壮人 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壮人 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林曾出任袁世凯 大总统府内时 1917年12月 任中央农志试验厂厂长 在徐世昌、曹坤当大总统期间 被授予从同府秘书 帮办兼代秘书厅厅厅长 后又任直立省教育兴厅厅厅厅 直立自治筹备处处长等 曾两次代表徐世昌 到山东区副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 并因此名造已实 以此 杜月生家的度式祠堂落成 急需一个需要典主的人选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典主 汉字主字有多亿 其一位神主 所谓神主 又称墓主 排位 其写有死者幸会 身份 官职 风是党工人们祭奠的灵牌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 为过去的长辈制作灵牌的过程 称作主 而请人用诸笔补上灵牌上主字 一点的仪式则称为典主 典主在牧林上堂时举行 誓心血就死者神位排驻 集XX之王位 然后请宪令或当地升旗上堂 用书笔赞王字加一点 称为主位 象征红到头顶 与世子 孙昌圣 所以说典主的人在整个仪式中 地位是非常高的 或者说是德高望重的 而杜月笙选择典主人选 也是甚至诱善 他最终选定的人为刘春林 为何要选刘春林呢 因为刘春林是中国最后一个状人 然而此时离刻举置废除 已经过去的几十年 功名义词也已成为了过眼云烟 然而在杜月笙心中 能取得功名的人 还是非常值得崇敬的 所以即使是在上海人 人生位的土皇帝 依然见了中国最后一位状人 也不得不是毕恭毕敬 1904年最后一次停市的状人 刘春林 因海上文人杜月笙的要求 为杜氏祠堂落成典主 成为了这项一世 终生望最高的人 这也由此可见 在可举废福后的几十年里 功名这种东西依然留存 与保留在民俗之中 可见传统影响的远远流长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